今天我們找來了 香港人 台灣人 韓國人 日本人 一起來試吃滿漢大餐 高雄高雄我是阿星 我是阿廷 今天這是我們頻道 有史以來最多最多人的一集 我們今天呢 這是我們頻道有史以來 最多最多妹子的一集 我們今天呢 要來推廣台灣最強的泡麵 滿漢大餐 但是我們的這個霸業 要慢慢的一步一步慢慢走 我們要把這個好吃的東西呢 傳到全世界 但是第一步 因為我們住在亞洲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先從亞洲 就是附近的地區 開始推廣出來 我們今天找到了 日本人還有韓國人 要來陪我們一起吃吃看 滿漢大餐 那在開始之前呢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你們來自哪裡好不好 韓國人是來自韓國 廢話好自套喔 但是說實在 如果你們看我的眼孔的話 大家分得出來 誰是韓國人 誰是台灣人 誰是香港人 誰是日本人嗎 大家看得出來嗎 你們可以在這個時候 在底下的留言區 留下 從左至右 你覺得 是什麼樣子的人 好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好不好 大家好 我是尤姬 我是來自韓國的流水手 他們剛剛很可愛 他們剛剛很小聲 一二三 超可愛 那再來下一位 我是 日本人 所以一位日本人 然後兩位韓國人 然後就加上我們 那我們今天呢 就來試吃看看 滿漢大餐 我們今天準備了 三種不一樣的經典口味 其實滿漢大餐 它還會有很多很多口味 但是我們挑了三種 老實說 我覺得應該是台灣人 最常買的三種口味 首先最經典的應該是這一個 真味牛肉麵 這個應該就是 大家熬夜的時候必備的一個 其實 他們的泡麵很強耶 等一下再講它有多強 再來另外一個 是 蔥燒牛肉麵 蔥燒嗎 嗯 蔥燒 我沒有吃過耶 你沒有吃過蔥燒 對啊 蔥燒還滿棒的 對啊 我滿喜歡它的這個味道 另外一種呢 是因為有韓國 我知道韓國人很喜歡吃嗎 嗯 所以我特別找到了 嘎辣骨口味的牛肉麵 那我們今天的遊戲方式是這樣子 我們會把這三種不一樣口味的泡麵呢 通通拿去泡 然後來看看 日本人喜歡是什麼 韓國人喜歡是什麼 香港人喜歡什麼 台灣人喜歡什麼 把你們心中最喜歡的口味給挑出來 那我們一組負責泡 一盒泡麵 那簽名這個交給你 然後這個交給眼睛 然後這個交給你 我負責說話 好 你負責說話 我看你怎麼講 他說泡泡麵的習慣 日本人韓國人 香港人台灣人有差別嗎 水要熱嗎 這講什麼屁話 這是我們這個泡麵的改變 編成三角形的杯子 這就是傳說三角形的那個 泡泡麵放進去吃 啊 你知道滿漢大餐啊 最最最最最最驚人的地方呢 是當你打開包裝盒的時候 你們就 一大包的料 超級超級大包 而且對 它不是粉 通常你去吃一些泡麵的時候 打開裡面都是粉啊 粉包是乾的 你知道你們摸得到肉嗎 摸摸看你一摸看 它裡面的肉在裡面 超級超級誇張 你知道台灣人吃泡麵有什麼習慣嗎 我自己 他笑最後放才對 對對對 我們要先加粉包 我真的不會泡泡麵 在泡的過程中啊 幫那個客戶一下好了 你知道 當初在開發滿漢大餐的時候啊 有一位女主持人 傅培梅 她去日本留學 然後回來她又一起參與 研發 超級超級厲害 傅培梅老師 台灣的烹飪教母 料理節目主持人 在日本主持過 五年的料理節目 夫人的廚房 成為台日都相當知名的 廚藝老師 更參與指導 開發出台灣韓牛肉料理包 得泡麵滿漢大餐真味牛肉麵 日本人知道這個人 知道 他這麼有名 嗯 我得到的答案是 嗯 但是聽過就覺得很厲害耶 你覺得 你覺得我的名字 未來可能會出現在課文裡面嗎 欸 裸奔嗎 連續時間在夜市裸奔嗎 你怎麼喜歡裸奔 好 那我們在泡的過程中呢 我們稍微聊一下就是 你們泡泡麵的習慣好了 韓國人泡泡麵的習慣 你們剛剛有說就是 有那種喜歡把上面的紙折起來 日本人泡泡麵的習慣有 有特別的習慣嗎 我們大概吃了這樣的法 一邊吃這個 玉飯的 哦 你們吃拉麵的時候 好像也喜歡配白飯耶 嗯 可是有麵 有飯 那個味道不會很奇怪嗎 沒有沒有 超奇怪 麵是一條一條 飯是一粒一粒 所以你們會吃一口麵 再吃 一口飯嗎 還是先吃完麵再吃飯 一起吃 一起吃 一起吃啊 台灣人吃泡麵的習慣會怎樣 台灣人有些人喜歡就是 可能買了料之後 把這些料拿起來 買了麵之後把麵拿起來 之後呢 自己拿去個鍋子裡面 他不會用這個碗去煮 我們會用一個搭鍋子 然後你們可能加一些蛋 加一些青菜進去 香港人呢 香港人會有一個習慣 就是我有一個習慣 比如說他是五分鐘 我就等三分鐘 你知道他也特別怕那一部影片 他特別怕那一部影片 告訴你說 泡麵經過了幾分鐘之後 那個複質會產生什麼變化 什麼樣的狀況的時候 那個麵條會最好吃 然後等五分鐘 三分鐘打開 然後加冰塊 然後直接吃 加冰塊 加冰塊 對啊 泡麵要加冰塊 不會太弱了 傻眼 我還以為是什麼 可以讓麵條更Q啊 沒有啦 沒有 吃得比較快 OK 好 泡麵 泡好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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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試吃囉 好餓喔 好香啊 先把肉包夾下去 等一下那個植物喔 你倒出來幹嘛倒進去啊 可以看到整個肉塊對不對 超大 它是真的牛肉耶 在韓國跟日本有 就是肉塊這麼大的泡麵嗎 對 沒有 而且我印象中就是 泡麵裡面的肉塊 應該都是那種乾燥肉塊 對 對 很少有這種 直接是完美的肉塊 那我們要先來試吃哪一個呢 等一下 先學什麼 先學什麼用 好 原來上次馬田去網路上 不知道去哪裡學 錯了 那你來教大家怎麼折好不好 韓國人教你怎麼用泡麵的開子吃泡麵 先 一半 一半 好 折一半 再一半 一半 這樣就不會露出來了嗎 那你上次怎麼弄那麼複雜還會露出來了嗎 你就愛學的啊 好 那我們就來 開始分光我們的馬飯大餐 夠分嗎 有超多 超棒 超肥 好 我們來試吃第一種口味 會叫好香喔 辣的 嗯 有一點點偏辣 但是我覺得還好 就是如果你不吃辣的話 你就可以接受得到 而且那個肉塊是真的 就是它不是冷凍的肉塊 所以你會吃起來就是肉塊 很好吃耶 那等一下我們三個全部吃完的時候 我們再來選出我們心中覺得最好吃的好嗎 好 剛剛那是第一個 再來第二個 我們來試試看經典口味好不好 超過肉 誇張欸 你也講太多太貪心了吧 我自己個人啊 是最喜歡最喜歡的就是 原味 我自己吃這麼多 我覺得原味最棒 假複雜肉嗎 可以看你旁邊的那兩個 好啦 我們來吃吃看原味口味 完美 完整的牛肉麵 好棒喔 糖果也不會露出來 真的好棒喔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 我也是最喜歡這個 而且它的麵條好Q喔 它不是汁啦 它就是牛肉麵的麵條 你知道嗎 然後每一個顏點會喜歡 就是不會不吃辣 之類的 我們等一下來吃麻辣谷口味好了 我猜 就是 友禁跟眼睛應該會很喜歡 這個 你們喜歡吃辣嗎 對 喜歡 所以韓國人都喜歡吃辣 是真的嗎 大部分 因為就是從小都 大都會吃 好來試吃 今天的第三款 這看起來好紅喔 它的肉是有帶筋的那種 然後裡面也有辣 辣椒 辣椒 我聞到那個辣的味道 然後聞得到那個真的是麻辣 就是不是辣 然後隨便 不是辣油 不是辣油 其實麻辣很多就是隨便 就是有一點辣的 叫麻辣 我們之前有試吃過就是 很辣的韓國泡麵 有試吃過很辣的就是泡麵 那種泡麵比較像是 它為了變辣 對它為了變辣 把它用一些食材 就是很辣的辣醬 對很辣的東西加進去 對 但這個是 這個真的是麻辣服務的味道 對對對 那いただきます囉 いただきます いただきます 我聞到那個辣油 還好 還好我覺得它是麻 但是不會辣 它是麻 對可是我一邊冒換一邊講這句話 是不是有點 有點沒有幸福 沒有辣 沒有辣 感覺日本人還在努力 簽名可以嗎 可以 所以這種辣你覺得OK 這個辣OK 它感覺越來講話越來越不清楚 以上就是這三塊 該是來評分的時候了 OK嗎 好來到了評分時間 我們在每一組麵前都準備了三種不同口味的泡麵 等一下呢 我們稍微討論一下 就是你們最喜歡的是哪一種口味的泡麵 把你最喜歡的泡麵呢 舉起來 告訴大家最喜歡的是哪一種 OK嗎 3 2 1 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嗎 都不一樣 我選的是 我選的是原味的耶 那你們選的是哪一種的啊 麻辣 果然 那簽名選的是 重燒牛肉麵 重燒牛肉麵 我可以來各自講一下 你們為什麼會喜歡就是那一種啊 我的話你不用說 我剛剛講得那麼多了 你呢 你為什麼選這種 就是因為就是這個最軟軟的味道 最原味 最像台灣的牛肉麵的味道 很像 超經典 那簽名呢 因為從小牛肉麵用 多巴醬 所以呢 口味比較濃 日本人很喜歡 濃的口味 請跟眼睛 那個 麻辣鍋牛肉麵吃起來有 韓國的感覺 不是 沒有 沒有 吃起來 香 香 香 辣的味道 喔 香辣香辣的味道 所以我們今天 3 3種就是各有喜歡的 各有喜歡的人 那怎麼辦 給我 給我 我的 麻辣給我 換走你的 你說帶回家嗎 帶回家是不是 對 交換 好啦 今天的文化衝擊之 滿漢大燒推廣大會 差不多到這裡告一個段落 希望我們會喜歡這一種 特別的文化衝擊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別忘了可以留下一個 大大的喜歡 讓我們知道 也別忘了可以到我們的粉絲團 去點一個like 有金跟眼鏡他們有自己的 YouTube頻道對不對 也別忘了可以到他們的頻道去看一下喔 那麼 拜拜 拜拜 Fabian - 阿米沙 - Sinih- 阿米沙 - 卡路鑽 - 只有一個人嗎 - 阿米沙 - 阿米沙 - 阿米沙 - 打 - 阿米沙 - 阿米沙